第一題完成 所以第一題最重要的地方 其實就是怎麼樣再把B品牌的資料 再把它放進來 放進來的方法 特別注意 放進來的方法 主要就是透過什麼 第一個就是先點選這個圖表 然後上面有個圖表設計 所以你沒點的話上面沒有圖表設計 點了之後上面才有圖表設計 所以有的東西 奇怪為什麼我失誤一直找不到圖表設計 因為你沒點它 記得優標一定要選它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一定要找到圖表設計裡面的 這個選取資料 這個功能 那我們剛剛加B品牌主要是先模仿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會的話你模仿 模仿怎麼模仿 因為編輯不就好了 編輯有這個 那你點它 它會幫你圈起來 有沒有 點這邊它會幫你圈起來 有虛線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樣子 那大概就知道怎麼做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先做第一個資料進來 你要再加第二個資料很簡單 你要加第三個也一樣簡單 所以一直新增就好了嘛 那新增的規則就模仿前面的A品牌 如果還有C品牌的話你就可以繼續加就OK了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基本上資料就OK了 那最後把這一個圖表 另外再移動到一個叫比較圖表的一個工作表 這樣就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第二個小題 那第二個小題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做那個標題 在圖表上方顯示圖表標題 那這個A與B品牌的這一些文字 其實蠻多的 所以我就先一圈打在那個記事本裡面 等一下踢過來就好了 那你們等一下也可以自己打上去沒關係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是考試的時候 其實這個很容易做錯 就是這邊有空白有沒有 這邊有空白 這邊有空白 所以如果考試的時候 如果是證照考試 如果你假設有看到空白 一樣要空白 如果你沒空白它會算得錯 這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而且它沒提示嘛 所以有空白也要空白 所以你會發現A空白與B空白 這邊後面有空白 所以把這些打上去 然後並且設定X軸的標題 X軸的水平 那Y軸的話就是垂直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標題部分 上面有標題 很簡單嘛你就選它 然後把這個字打上去就可以了 OK 當然因為字太多了 所以我就直接先預先把它 在另外一個地方把它打好 然後我直接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上面就有個標題了 第二個的話呢 那X軸的標題 你想說那X軸的標題 沒有標題怎麼辦 那跟各位講 如果沒有標題的話 當你點選這個圖表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 左上角的地方 右上角的地方 會有個加號 那加號的話表示說 你要增加什麼樣的 上面的一些元素 你會發現點擊之後的話 裡面的話 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所謂的 有沒有 這個叫做標軸 如果你做標軸打勾取消的話 做標軸都不見了 有沒有 做標軸在這裡 那做標軸的標題有沒有 如果你把它打勾 旁邊還有個箭頭 表示說它還分成主要的 水平跟垂直 如果兩個都要的話 就直接打勾這裡 如果要其中一個的話就打勾這裡 不要把兩個都要 好 那你打勾完之後你會發現喔 你在點旁邊一下 這個就不見了 那底下這邊就有個 這個AXO的 標題 那當然它要 輸入什麼字呢 輸入那個叫 測試間距這幾個字 所以我一樣把它先預先打好 然後把這幾個字 直接就 把它貼上去 這樣就有這幾個字了 OK 這叫測試間距 另外的話垂直部分的話是變形 弧度 所以變形弧度的話點這邊一下 然後一樣把它貼上去就OK了 貼的時候記得喔 一定要選到字喔 否則的話沒辦法 正確貼 因為這個字實在太小了 把它放大一下 這樣看 有嗎OK 把它再縮小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完成那個 題目的這個 第2-A的部分 OK 再來的話呢 B的部分是顯示什麼 顯示那個叫做隔線 隔線的話你會發現現在有沒有隔線 現在會有隔線 可是它主要是 這個是主要的隔線 水平跟垂直 可是它如果要增加什麼 增加是次要的隔線的話 那其實你們可以從這邊 隔線 一樣喔 叫圖表項目裡面找到隔線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就有一個主要的跟次要的 那主要就是 已經有了 主要都有 所以你主要打過取消的話 你會發現沒有隔線 主要有了 那次要的話 次要水平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次要的水平有出現了嗎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次要的線 然後再來是垂直 垂直也打過一下 OK應該都有了 只是說它的線實在太淡了 幾乎看不到的狀態 OK 那有些 有些人可能眼睛沒有很好 應該可以看不到 OK 這感覺好像在測試什麼 有沒有射盲那種 OK 太小了吧 有沒有 其實有啦 反正主要是看這個 打勾有沒有出現就好了 OK 好那這個地方 B就OK了 C的話呢 就圖力改在下方顯示 那什麼叫圖力 圖力應該知道吧 這個東西叫圖力 OK 也就是說呢 他透過圖力告訴你說哪個顏色 是表示 什麼 什麼樣的資料 這個叫圖力 那圖力的話呢 目前 他在上方 可是他把它改成下方 那怎麼修改呢 其實你會發現主要是考你會不會圖表項目 圖表項目裡面有沒有圖力 有嗎對不對 所以其實可以從這邊設定 那你說老師 可是我的版本裡面沒有 沒有這邊可以設定怎麼辦 其實沒有這個也可以設定 我記得好像這 應該是可以在這邊也一樣可以設定 這邊也有叫圖力有沒有 也可以在下方 可是當然了如果比起來的話 你說 你還要從哪邊 從那個圖表設計裡面 去找到這個功能 再找到這個功能 再找到這個 下方 那你會發現 變成你要幾個動作 1 2 3 4 那你倒不如直接從這邊 這邊怎麼怎麼做 OK 你的圖力這邊不是有箭頭嗎 然後把它改成下方 就好了 那個快 當然這個快啊 OK所以除非說 你在圖表項目裡面找不到功能 不然的話 其實大部分 就直接從這邊 去操作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那有些功能 如果沒有怎麼辦 沒有你就從圖表 設計裡面的什麼新增圖表項目 裡面去找找看 不過其實好像兩邊 基本上好像都 大致雷同 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的該有的 這邊有這邊也有 有沒有 這邊有的這邊也有 OK 這個沒有了 運算列表這個沒有 誤差線這個也有 不過蠻奇怪的 他為什麼這邊有那邊也 可能我在想 因為這個是新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 Excel 2013以前的版本 沒有這個東西 我印象中 舊版好像沒這個 這個是新版才有的 那主要為什麼會增加這個 我在想 應該是以前 圖表的設計 人家光找這個功能 就找真的是找到 太麻煩了 所以他才增加這個 我在想應該是這樣 OK 把圖力放在下方 這樣就OK了 記得圖力這邊 點選下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就完成 這個 C的部分 好 那再來的話 後面還剩下幾個 我們分別把它完成 再來D跟1 再來的話 設定水平軸 水平應該吧 就是Excel 然後他最小刻度是1.0 最大是6.0 然後主要刻度的形態 是交叉的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是垂直的 垂直是多少 應該是 -50 有沒有 一直到 10 有沒有 這個是垂直的 水平在哪裡 水平在這裡 有沒有 這叫水平軸 所以你記得要點 不好點 點下去 那怎麼知道有點到 幾個 幾個地方可以確定 第一個 你會看到這個 有個外框 他是選這個 水平軸 第二個最重要 我是覺得 看這個比較準 你看右邊這邊 你問點了之後 如果看到他是 坐標軸格式 那表示應該是選對了 如果假設 因為有同學之前常常點不到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點在 點太下面 或者點太上面 都點不到 有沒有像這邊會出現什麼 圖表區格式 那這個點下去變成次要格線 那沒點到 所以你要看一下 應該點下去 對的話應該出現的是 叫做標軸格式 那如果要設定相關的數值的話 請你找到這個是填顏色不對 這個是效果也不對 大小屬性應該是這個 有沒有 坐標軸選項 那裡面的話 哪一個選項 我再猜應該是第一個 因為這邊有最小跟最大 分別把它輸入1.0 1.0 跟6.0 好了 這樣OK了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請你底下 把刻度 再往下捲動 把刻度的地方 改成 變成 交叉的選項 有沒有 本來可能5或者是外側 那把它改成交叉 這樣就OK了 那就完成那個 2D的部分 好 那最後的話呢 要將什麼呢 B品牌的第一種測試的那個什麼 線條顏色變更為淺綠色 那它現在什麼顏色 現在的顏色是應該是這個灰色的 有沒有這個是灰色的 OK 所以呢 灰色在哪裡 灰色是這一條線 所以請你點這一條線 點完之後的話呢 把它變更顏色 記得不要點錯 因為點錯的話 它可能出現的 顏色怎麼調整 反正拆應該可以拆得出來 只要跟顏色有關 一定是油漆筒 有沒有 油漆筒 所以記得點這個 灰色的地方 然後看到是應該是這個 資料數字 數列格式 然後油漆筒裡面的話呢 找到 線條 針對線條的地方 去設定顏色 顏色部分的話 它要是什麼顏色呢 要淺綠色 淺綠 所以你只要把顏色的地方 改成淺綠的 淺綠是哪一個 就這一個 有沒有 淺綠的按下去 那怎麼樣知道 做對還是做錯 其實很簡單 你當你調整色彩的時候呢 如果看到這一條線 本來是灰色的 也 或者底下也可以啦 這邊有圖裡 也變成 淺綠色的話 那表示呢 你這應該是做對的 OK 所以圖表的設定 我覺得還蠻細的 而且這個功能 可能要特別小心 習慣說應該蠻好找的 因為我已經蠻習慣 像它這個介面的分佈 所以如果以後你假設習慣這樣 其實 還蠻好設定的 所以你們看看有沒有 這可以延伸的 假設可以套用在 某一些其他圖表上面 你會發現 在將來 你要比較 很多種資料 到底哪一個比較好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個相關的 這個 一個 一個 蠻好的 比較圖表 那最後的話 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就把它另存新檔 存檔名稱 我們就 把它叫做 EXA 那這一題是304 你就存成304就OK了 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一題完成一下 這一題的話基本上 主要就是 考你會不會 建立 其他的資料 把它放在同一張圖表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把 一個圖表裡面 放很多不同 同樣類型的資料放進來 比較的話 那其實可以從選取資料裡面 把資料再選進來 OK 其他再來應該就是相關的那個 圖表的格式相關設定 包含你會不會增加 那個 副作標軸的標題 然後還有就是 圖例要放在上面 還是放在下面 等等 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是304題 有